國民黨黨內初選 十一號首度座談會 協調民調公約證監會 主席會中才呼籲團結 但在進場前 人都還沒見郭台銘 已經把話說死 國民黨最高權力機構 中常會五月十五號通過 二十號公告 特別提名辦法施行細則 這不是制度 什麼才是制度 還是台銘不喜歡 提案就得全推翻 民調從對比百分之八十五 要求改為百分之百 式化加入手機 為了和諧的證監會 也硬要改成撕裂的辯論會 但郭董是不是忘了 現在身份是參選人 不是董事長 這招以拖待遍 時間換空間 拉長戰線 介意拉高民調 有沒有似曾相似 換個顏色 對了還遭譏諷 不正式藍版蔡英文 對所有初選 應該有的民主精神 不攻擊對手 肯定對手 沒有任何違法的選舉行為 要有禮讓 成全的這種精神 這不是一個做總統 應該最基本有的一個條件嗎 跟黨內的這些初選辦法 沒有關聯吧 沒有量身打造制度 郭董便看不到 就連黨內的初選公約 都堅決不簽 六項公約系數 不回黨域 破壞團結 難不成 郭台銘做不到 不惡意攻擊 其他參選同志 郭台銘忍不住嗎 不請客 不送禮 不會選 這有哪裡有問題 不以聚中示威 抗議 影響提名作業 這可能真的做不到 還在開會 郭台銘的支持者 就在黨外 吵吵鬧鬧 尊重民調 不干擾 這郭台銘也不簽 會或提名 絕不脫黨參選 難不成郭董想脫黨 恐怕郭台銘 口中的魔鬼 不是藏在細節 而是自己的心魔 借朋友的帳範 去Essential 路台 報道